我们讲一下什么这个矩阵的这个逆矩阵 Inverse Matrix 什么是矩阵的逆矩阵呢 它的定义是简单的 也就是说如果A乘上B是一个identity 是一个单位矩阵 有时候有时候会告诉我们这里写上一个N 也就是表示这个单位矩阵是N阶的单位矩阵 就是它是N行N列的 那么这么一来也就是说A和B都应该是N行N列的 当然我们Inverse我们的逆矩阵 逆矩阵只定义在这个方阵上 就是Square Matrix 它都是N行N列的 如果说两个N行N列的矩阵相乘是identity的话 我们说他们相互之间都是Inverse 就是他们都是对方的逆矩阵 也就是说B是A的逆矩阵 而且A也是B的逆矩阵 这是定义 那我们有定义以后我们怎么样去计算呢 我们计算这个矩阵的逆矩阵 它是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说我们把A和一个单位矩阵 我们先放在一起就是排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矩阵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矩阵 我们通过行变换 只要把前面的这一部分变成一个单位矩阵 那么后面这一部分就变成了是A的Inverse 它的逆矩阵 那我们实际上说做行变换的时候 我们后面这一部分只要跟跟着变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的目的则把前面这一部分变成单位矩阵 那么后面这部分跟着变就变成了它的逆矩阵 那这个这样做法的这个依据是这样的一个定义 如果说把一个矩阵 做成一个可逆矩阵 做成一个可逆矩阵 那相当于是对这对右边的矩阵 对右边的矩阵作为一系列的行变换 它在左层一个矩阵 就是相当于是一系列的行变换 有这样一个定义就保证了我们这样的运算是确确实是能得到它的逆矩阵 有这样一个定义就保证了我们这样的运算是确确实是能得到它的逆矩阵 这个矩阵Ai我们左层一个A的-1A的逆矩阵 那么左边这一块就变成一个 左边这一块就变成一个单位矩阵 而右边这一块就变成了A的逆矩阵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运算是通 也就是说左层的逆矩阵相当于说对这个矩阵做一系列的行变换 所以我们也就是说把这个矩阵做一系列的行变换 那么右边就变成了它的逆矩阵 这是我们的具体的计算 就是用这种方法 那这种方法是最快速的 当然说如果是二阶的话 它有一个特殊的计算 它有最简单的计算方式 如果A是二阶的 如果A是2乘2 而且A是等于ABCD 那么A的逆矩阵它是 AD-BC分之1 矩阵里面是D-B-C 这是A 二阶的矩阵 它是这个样子 是直接可以计算 那么对于三阶和三阶以上的 就没有这么简单的 这个没有这么简单的一个计算式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类似的 有类似的方式 就是用那个叫做伴随矩阵 或者是Object Matrix来算 那这里我们是复习 我们就不再去展开讲这种方法 因为这个总方法在理论上有用 但是实际计算中 它不是最有效的 那么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我们的 这个行变换的方法 那这是它的计算的方法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判断一个矩阵是 是不是可逆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理 如果A是 A是invertible 如果A是可逆的 它的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它是等价的 那么第一个我们 A的行列是不等于0 它的determinant不等于0 那么第二个 Ax等于0 这个方程组只有0解 只有0解 那么我们A本身是invertible的 当然说我们也首先保证它是一个方正 square的 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 它的rank是等于n的 这个东西比较好用 我应该应该是我们首选的应该是第三个条件 因为不管是用第一种还是用第二种 第二种我们只要它是只有trival solution 我们也要做low reduction 我们去去行列是我们做的low reduction还要多一点 所以说总是用low reduction 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首选 然后前面这三个条件我们都可以选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种等价的条件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种等价的条件 Ax等于b 是unique solution 当然我们前面在讲线性方程组结的结构 或者是inconsistent 那一部分我们看到ranka等于n 就实际上就等价于2和4 当然我们从rank来算的话 算它的质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那么第五个条件就是我们这个矩阵它可以通过行变换可以变成一个identity 第六个我们它的这个矩阵的这个列向量组就是column vectors 而列入了independent 它的列向量组是线性无关的 那么对应的它的行向量组也是线性无关的 这是我们判断一个矩阵是是否可逆它能够能够用的一些等价的条件 当然说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矩阵 我们去判断它是不是可逆 那我们用第一二三种条件中间的任意一种就可以了 会比较快一点实际上说我们首选的还是第三种条件 那么在理论上那其他的几个等价的条件我们还是可以用 这是我们对这个可逆矩阵的一些结论 主要的一些结论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结论 我们就不再去展开多说 我们来先看一个例题 对这个逆矩阵无非就是两种 无非就两种常见的这个考察点 一个是怎么样去计算它的逆矩阵 二一个是判断它是不是可逆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我们怎么样去找逆矩阵 或者是怎么样计算逆矩阵 那我们先看一下怎么样找逆矩阵 那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矩阵 A它是等于1,2,1,1,1,, ,3,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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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差不多,1,1,11,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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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它的这个逆矩阵 那根据我们刚才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里面 我们说我们是把 我们是把这个 矩阵跟identity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做 rule reduction 我们就是做行变换 我们把它把左边的变成单位矩阵 那右边的就是 它的逆矩阵 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这是三阶的 三阶的一个矩阵 三阶的方阵 1 2 1 1 0 0 1 1 1 0 1 1 3 1 2 0 0 1 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矩阵 做行变换 那我们第二行 第一行 那么第一行不变 这是0 这是负1 这是0 这是负1 1 0 好 第三行减去第一行的三倍 就第一行乘上负3 加到第三行去 那这是第二个就变成负5 负3的话 就是负6加1负5 好这是负1 那么乘上负3加上来 这是负3 0 1 好 1 2 1 在第一行我们还是不变 在第一行我们还是不变 我们说做出的变换 我们都是按照列做 那么看第二列 2 负1 1 0 我们乘上负5加到最后一行去 那这个不变 第二行乘上负5加到第三行 那么这是乘上负5就是5 这是乘上负5 哦不对 好 这里乘上负5加上去了 就是5 减3 就是2 再乘上负5加上来这是负5 这个不变 好 我们再把第二行和第三行都乘上负1 是1 2 1 1 0 0 0 1 0 1 负1 0 0 0 1 这是负2 5 负1 好 那主对角先都变成1了 但是把这个1的上方下方都要变成0 那我们第一行减去第三行 这是1 2 这个先变成0了 这个变成了3 第4 第1行减第3行 这是负5 这是1 好 0 1 0 1 负1 0 0 0 1 负2 5 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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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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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负2,负5,负1,负2,5,负1 好,那我们看 左边已经变成identity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写出 A的负1就是 1,负3,1,1,负1 0,负2,5,负1 这样子我们就算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对这个 AI做 rule reduction 把左边的编程identity 右边的就是它的A的逆矩症 这是我们计算逆矩症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第二种情形 我们说如果说 A它是等于这种 这个样子的 3,2,T加1 3,4 2,这是T加3 第一个是T加3 这是T加1 然后是2 2 然后这还是T加1 我们问一下 T等于什么时候的时候 T等于什么 我们A是invertible的 第二问 我们问当T等于0的时候 然后A的逆矩症等于多少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那我们第一问 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判断 它是invertible的 那我们讲了 判断它是不是invertible 我们最先考虑的是算它的质 那我们先算它的质 那我们把第二行件第一行 第二行件第一行 这个就变成02 这是-2 那么第三行 我看我们先把它不变 我看一下 这个我们怎么样计算 可能比较快一点呢 这个减 这个 这是0 可能我们把第四 这也可以 所以没问题 我们把第二行-第三行 然后把第二行当成标准的 可能还快一点 这个这样子 我们可能还快一点 就是我们把第三行 第二行-第二行-第三行 那这是1-2-0 是2-2 t加1 这是我们以前碰到过这种类型的 因为它们像第一列又是3又是2 你如果说直接用第一个数字来减的话 会变成一个 最后会变成有分数 这种时候 不利于我们计算 但是如果有1的话 是最最好的 那这里 那我们第一列出现了一个1 那我们把这个放到 把这一行 我们就放到最上面去 好 3RT加3 那这是2RT加1 而且有一个好处 是因为 它的最后一个有T的这一列 这一行 它就变成0了 它的这个数字是0 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 对它做运算 按照第一行 做基础来做运算的话 不影响第三列 好 那我们把第一行乘上 -3加到第二行去 那这个就是变成0 乘上-3以后 这个是-4T加3不变 那么再乘上-2 加到第三行去 这是0 这是-2 这是-2 这是T加上1 好 那我们 1,2,0 我们看一下 第三行是-2 第2行是-4 所以把第三行乘上-2加到第二行去 这就变成0 这就变成0 0乘上-2 那这里是-T 这是-2 就是-2-T 就是-2-3-2-2-3-2 那么加了3 就是加 就是加1 这样 это 2022 0-2T加1 我们再把第二行第三行交换一下 1-2-0-2T加上1 而且这是0-0变成1-T 那我们看第一行 我们怎么样都不会把它 它就都变不成0 它都不会变成0了 第二行有这个也是pivet number 所以第二行也不会变成0 那么最后一行只有T 当T等于1的时候 最后一行就全部变成0 所以只有说当T不等于1的时候 这个rankA 等于3是invertible的 因为我们要算rank的话 我们不需要再算到最减矩阶症 我们只需要把它算成阶梯矩阶症就可以了 把它算成阶梯矩阶症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rank是多少 这是1-T 所以ZT不等于1 那么它都是invertible的 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问当T等于0的时候 怎么样去算它的inverse 算它的逆矩阶症 刚才应该一起算 可能就还好一点 那我们再重新 实际上把刚才这个跟1放在一起 跟identity放在一起 可能就一次就算完了 开始没想到啊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一再做一次就是吧 那我们看 Ai T等于0的时候 Ai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32 3 好1 0 0 然后3 4 1 0 1 0 2 2 1 0 0 1 好,我们先把这个AI放在一起 我们是这个样子 这里有记号 这前面就是等于号 这边只能说是等价 这个波浪号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同样的方式 我们第一行不变 我们把第二行减第三 这就变成12001-1 221001 好,我们再把第二行丁第一行交换 12001-1 3-2-3-1-0-0 2-2-1-0-0-1 好了 第一行的第一个元素是1 所以我们把第一行乘上-3加到第二行 乘上-2加到第三行 所以这是12001-1 乘上第二,乘上第三行加上了这个 等于0,这个等于-4 这个不变 这个也不变 乘上-2,乘上-3加上了,这是-3 这是3,乘上-2加到第三行 这是3,乘上-2 这是3,乘上-2 这个1不变 好 0乘上-2加上了,这是-2 乘上-2加上了,这是3 3-2变成2 我们再把 再把第三行乘上-2 加到第二,加到第二行去 0,1-1 这是0 0,乘上-2加上了,这个变成1 这个不变 乘上-2加上了4-3 这是1 乘上-2 那么这是-3 加上-2加上了 那么0-2 1 0 -2 3 我们再把第二行跟第三行 交换一下 这变成0 -2 1 0 -2 3 0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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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现在是行接替了 那我们就从最后一列开始倒置减上去 我们把第二行直接减第三行 这是1 2 0 0 1-1 0-2 0 那么第二行减第三行这是-1 是-3 是6 0 0 1 1 1-3 我们把第二行 我们把第二行乘上-1-2 1 STEMM 2 1-2 2 就变成-1 分之3 2 然后这个乘上-1-2 就是-1 是00111-3 我们再把第二行乘上-2加到第一行去 这是变成10 这个虚线可开 100乘上-2加上来 所以这是-1 那这是-2 乘上-2的话这是-3 乘上-2的话这是-6 那么这是-5 0-0-0 1-0 1-2 3-2 这是-1-1-1-3 好,左边已经变成单几题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A-1 这是等于-1-2 5 是1-2 2-3-3 1-1-3 好,这个也是我们求逆矩症的做法 当然说跟我们立体一的做法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我们第一问就是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可逆的话 我们自己通过去找它的rank的方式可以更快一点 这是我们逆矩症的这个一些内容 一些要复习的理法 分别说